王冬雪25岁 吉林人 通话示范学院历史学专业 今天我来蔑视的职位是教育类或者是培训类或者是各位老板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在大学期间我曾经在报社银行以及培训机构实习过 谢谢大家 陈瑞老师谢谢您推荐我 徐瑞老师好 陈瑞老师你好 来 沐妍你的推荐理由 冬雪是我是她真正的推荐人 因为其他人都是节目组先选 然后我跟徐瑞在选 冬雪是想方设法找到我的邮箱 然后给我发了她的这个资件信 而且她目前为止人生最成功的 是通过百合网找到她的爱人 所以 所以因为她男朋友是在通话工作 所以她特别希望找到通话或者是吉林省内的这样的职位 应聘方向是培训老师或者是向优胜教育所需要的那个学生的老师 我推荐你 冬雪 谢谢老师 要在百合网找到一个一中人 那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你居然也找到了 能说说你的这个 我也是在百合网找的 是 是这样的 就是在大学中我非常的折腾 喜欢尝试一些新鲜的事情 然后这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给人家 就是介绍对象 我想去百合网工作当时在大三的时候 然后就是我想在一个企业工作首先得了解这个企业吧 于是我自己亲身实践注册了一个百合网 恰恰我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正好是没有男朋友 然后我就觉得顺便给他介绍一个好的吧 如果遇到了 来信的人很多 突然有一天看到一封很真诚的信 就写着自己什么工作 然后年龄也到岁数了 很想就是说要一个靠谱的婚姻 我觉得正好适合我好朋友 就把他们的联系方式互相发了一下 可是他们俩都不像美太友 结果跟你成了 对 本来你想张罗给你的朋友 结果你成了 对 现在还处着吗 对 感情怎么样 感情很好 他知道你的推荐人是沐妍吗 知道因为我之前 你这个时候怎么眼圈都红了 因为之前一直给沐妍老师发信息 然后他毁了 很感动 是吧 不然的话我今天也站不到这里 谢谢 谢谢 所以东先生你看 有人说是自助者天助 其实你会发现助人者天也助你 是 我还有福气 谢谢 是 我们继续聊 那就说说事业上的事吧 有哪些难忘的工作经历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工作过程中 比如说最让我难忘的是 目前发生的事情吧 就是在银行实习 在银行 天到钱了 天到铅饼 掉了多少 2800万 2800万 现金 就是存款 所以你难处是吧 对算是难处 就是这段经历很难忘 因为在银行实习生中很多优秀的 然后比我高的 比我漂亮的 什么样的都有 但是我可能大家看到的状态就是 我是一个快乐的胖子 我们在大堂的时候 我站在大堂前边 然后如果说顾客来了 我就说 先生你好 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2800万 然后一个建库就上去 帮他办理各种业务 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客户穿的 平时挺休闲 他很低调 大家都没看出来 他是富翁 然后我们那几个同行站在那去 他每次来的时候 我都主动上前 就帮他询问填单子 然后在他第三次来到的时候 正在填单子 他就说 小姑娘 你是不是要那个存款呢 什么的 当时我是说 特别高兴 我说是啊 我现在是实习生 我特别需要 这个对我的工作特别重要 然后他就说 那好 最近我有个2800万进来 当时我就站不住了有点 站不住了 确实是 然后当时我就说 2.8个亿你就倒了吧 我觉得他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贵人 为什么就一定要给你存呢 为什么 我当时问了 他说 就是因为你热情 然后我来的时候 别人都没搭理我 你搭理我了 再一个 别人都以为他是筷子 再一个他说 付出终究会有回报的 他也是这么精力来了 他说 这是我值得的 不是掉下饼 所以说 不以贫富差别和穿着来评价某个人 这其实是对人最大的尊重 好人有好报 好人有好报 东姐 我看你的简历当中 特长爱好有一栏 写的是 演讲写作家说绕口令 让他说个绕口令 对这个我还挺激 就能够把这个当成一个特长爱好的 就是 你把绕口令说一下 我找个老板来学一下 好 最简单的一个 一句话 灰化肥发 灰会 灰发 来老杜先来一下 灰化肥 花花 灰花肥 灰灰花肥 灰灰发 灰花肥 前面说得很高 来 我来说一下 灰灰 灰灰 灰花肥 灰 灰花灰灰 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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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你谢谢啊 灰化肥 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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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不对 是灰化肥发灰会挥发 灰化肥发灰会挥发 好影肯定没问题 好影原来是主持人 这个我也不太会读 灰化肥发灰会挥发 有东北话的耀口令吗 就东北话偏那个普通话一点 说山东话吧 山东话耀口令 到南边来了个哑巴 要那个别的喇嘛 到北边来个喇嘛 说一提个躺喇 我知道那个用户 为什么会存两千八百万 我也懂了 你是历史系专业啊 对对历史学 历史学专业的输出方向是什么 就是主要做历史老师 或者是从事博物馆 那个管理 你今天的求持意向是教育 或者是互联网 不是 教育类或者培训类 教育或培训类 具体是哪个岗位 具体就是教师主要是 最低薪金不低于多少 三千五 除了教育类的岗位之外 其他的考虑吗 考虑 考虑 来第一轮选择 去过来 还有九盏灯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财 王东雪在天生我有财 准备的是现场授课 是吧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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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 又是到周末了 是不是 一到周末 故事爷爷就会带来什么 小故事是吧 非常聪明 这位同学 一会儿给你加一颗星啊 那这一天 故事爷爷又带来什么了 只见他背着一个麻袋 慢慢悠悠地走过来了 一打开绳子 哗的一下 走出六只小鸭子 这六只小鸭子边走 还边唱着儿歌呢 大家想不想听 这是一个星期天 六只小鸭去河边 小鸭小鸭不听话 跑到河边去玩耍 母鸭记得呱呱呱 小鸭听话回了家 大家说好不好听啊 好听 那大家想一想 这首儿歌叫什么名字 小鸭子 还有说母鸭的 还有说六只小鸭的 其实呢 它叫什么 六要素 星期天对应的是什么呀 咱们连一下线 时间对不对 非常好 那六只小鸭是什么呀 人物或者是动物是吧 它是动物 括号里的动物 那最后这个 结果是什么 小鸭听话回了家 是不是小鸭回家了呀 怎么样 他说的好不好啊 谢谢 我觉得当早叫 又叫挺出色的 小朋友一定喜欢你 小学生也没问题啊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个能力 用在职场里的 其他岗位会有哪些 因为之前也想过销售 我在银行的业绩是不错的 你销售应该可以 你现场来销售一下 我们的港融增大高 好事不上火 好不好 就销售给那个新来的李雨昕 来 林老师 你平时上班忙吗 忙呀 就是公司的人是不是特别的多 那你有些时候跟他们生不生气呀 您这问题问 不生气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港融蒸蛋糕吗 不知道 港融蒸蛋糕 吃了好吃还不上火 而且有益于你的身险 看你的身险保持得非常好 如果尝试一下我们这个港融蒸蛋糕的话 会变得更美丽的 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 您自己吃港融蒸蛋糕吗 老师今天我正好带来一盘 你先尝一尝它的感觉味道如何 然后咱们再看一看好不好 是免费的吗 对是免费的 我们这可以试吃 你尝一下 不买不要紧 那我让我们全公司都试吃一下好吗 可以 也没问我公司多少人 一万多人 那你不就亏了吗 因为是这样的 而且在销售中说 我提点建议 就是你也是在自己说 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更多的是要问 探听它背后的潜在这种需求 就更好一些 就是叫多问 多听 少说 其实东雪 我到刚才对你的销售 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你在不了解产品的情况下 你做出的这些反应 但是我会有两点疑问 第一 就是你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你为什么先不去采用 问一些问题 第一 对方的用户 对吧 有没有这个诉求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 我就是在银行也好 在那也好 我尝试卖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都自己亲身实践过 比如说我去银行 我必须先办一张卡 然后我卖给别人理财 我自己先做一份 这样的话我才有利有据 这个蛋糕我真的没有吃过 我感觉不是这样 就是说 对 这是我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说 出入职场的人 你不知道没问题 但你要学会问问题 这也是一种能力 对 对吧 所以这点要加强 东雪 因为你第一项是优胜教育 对 我看到优胜教育 正好在我家附近特别厉害 所以我想善意提醒你一下 第一个 我不在这个节目上 直接招聘老师 因为我们的老师要六面 你要鄙视 要说课 所以其实现场 很难招这个岗位 你说在你家附近 就有一个优胜教育 你有去应聘过吗 这个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想尝试新的事物 这样的话 直接和陈浩老板沟通 这样他对我也有一个印象 我觉得更直观一些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你竟然回答是你希望 来跟陈总来当面沟通 这个我们是不接受这种理由的 因为你在当地 你很好 更好地去面试 非常喜欢优胜教育 但是我就想通过这个途径 能够就是说经过一定的锻炼 然后让自己求的一份工作 但关键的问题是 即便是陈总认可你了 他想把你留在北京 你依然是还想留 去你家门口那一家优胜教育 那这个不是矛盾的吗 而且其实这舞台上 这12个老板 很少面试基层员工 基本都是经理啊 总监这个级别 所以你是不是有一点点的 这个小聪明 你是觉得到这里来 让陈总面试一下 可能鲜水会更高一点 不是 我倒觉得不是小聪明 其实我可能想象 这一类女孩啊 就是可能很有可能 就是你看到菲尼莫署的老板 觉得好像我们面试 你会觉得更好一点啊 但我告诉你真实的情况 实实在在 我也借这个平台 告诉所有的这个 真的想去我们分公司 或者去哪个岗位 直接投简历 要远比这个平台的效率高得多 对吧 所以说你与其坚持 天内给莫言发消息 我相信你在通话 当地 即使给游戏教育 或者相关的 你喜欢教育类的行业 你一定会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 但你恰恰找了一条这么绕的路 我们在通过这个社会现象再看 其实我们微博上发展的朋友 实信我们甚至想要投简历 这种由崇拜 来投目 找份工作的 我们通常会发一个分号 这种热情你会持续多久 因为职场毕竟不是因为喜欢一人而开始的 而是喜欢一份工作而开始的 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谢谢老师 第二轮选择去活力 好 还剩三盏灯 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十位 从陈奥开始 那个东雪 其实这个我们这舞台上我只对博士生开过这种研究院的口子 但我觉得你确实挺有亲和力的 所以你确实可以去我们早教事业部 或者去我们的这个素质类的事业部 去先从这个研发助理专员开始 算是接受教育港 但你这个岗位是在北京 对吧 这个我不敢 现在就给你定死 但是可以去东北 我可以这么讲 李雨昕 只都是平台是做减脂瘦身的 那在这个平台里呢 我们打算招几位 口才也好 身材也适合我们的人 瘦身大使是吧 对 就是这是一份全职的工作 而且你的身材跟你最后拿到的薪金是成正比的 那他最后要是已经瘦成功了 你还用他吗 瘦成功了之后 如果能长期维持这个体重 就维持当时的那个薪资不变 行吧 来 东君 那我给你的就是我们乐朗葡萄酒微商的 辽员或者吉林的招商的一个专员 考虑一下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 这是一个销售的工作 好吧 来 请 是谢谢你为我留刀 非常感谢 谢谢 人家不想减肥 有请东君陈昊 谈钱不上感情 写下你们的薪酬 请揭晓 都一样 你那边是试用期还是正式录用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业务拓展类的工作 它的主要的收入就来自于它的业务的提成 陈昊老师 就是这个试用期是在北京工作吗 对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我建议你出来床两年 也考验一下感情 你任何时间来北京都不是在找 一天失败率90%啊 感情不要轻易地去考验 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回到东北去工作 没有哪一条感情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 千万别把这个火 他太太已经后悔了 来15秒钟时间 请考虑再见 请问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优胜教育 长昂老师吧 因为我首先选择的是他的企业关注的比较多 他对我说的一些话就是说希望我人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自己还是想 学营养大概有10年了吧 饮食人们越来越重视 然后呢营养的面也比较广的 包括照顾家人上面 自己也发挥了余热 我觉得我学营养特别幸福 所以说我在营养的这个路上 以后会坚持地走下去 为这人努力 冯玲29岁 山西人 河北医科大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 各位老师好 推荐人好 各位老板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冯玲 今年28岁 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 内蒙古人 现居天津 读研之前有两年营养学相关工作经验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 想要寻求一份与营养健康美食相关的工作 或是各位老板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冯玲学的包括之前从事 都是一份专业的一个领域 就是营养师 当我拿下简历的时候 我在想哇 那能够去什么样的企业工作 仔细一想 其实可能相匹配的还不少 比如说东军 对吧 比如说咖啡之意 比如说纸豆室 这样的一个高级专业人才 我觉得在菲尼莫属 应该是会有一个非常高的 面试效率 来吧 拿干货出来 谢谢你 大家看得说冯玲是个妈妈吗 看不出来 孩子多大了 孩子快九个月了 快九个月了 才当妈妈不久 对 那你身材恢复得真好 老公来 老公在下面呢 老公来了 来你好 这有个营养师做老婆 很幸福吧 对啊 每天那个都可以吃到 变成花样的 这个各种营养的食品 那他对你会不会有一些禁忌 是绝对不允许你吃的 这个家里吃的饭很清淡 这个不让吃太咸的 不让吃太油的 方便面让你吃吗 偶尔可以解净一下 那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呢 也是偶尔解净一下 也是偶尔解净一下 让你喝酒吗 让喝 但是有 要有毒 其实要是取一个营养师 你就少多少乐趣 味道里面 那么多好吃的 好玩的 我在家自己也会做 比如说披萨 饼干 自己也会做的 做的也是很美味的 并不是说大鱼大肉 就是特别油腻的 才是美味的 我跟你讲 有中国有句老话叫 千斤来买老来瘦 我以前有一个中医的老师 就跟我们讲过说 人瘦就一定健康 因为瘦腰小 人的五脏六腑都在腰这个部位 胖也是从这儿起 所以当你瘦的时候 五脏六腑的运行就是很健康的 胖就不会运行 顺畅 所有的疾病就是这样来的 你就说你健康呗 我是很健康 你健康什么 要晚上深更半夜睡觉 对啊 我又不睡觉 我还能不生病 然后还能不怎么老 尹峰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奇怪的特质 因为他吃的饭量比我都大 但你是其实不胖而已 但是你知道 其实我在家里吃饭还挺讲究的 不不 其实这点我要想问冯林 就是因为学医有两个论调 因为是基因论 因为我不吃乱七八糟东西 其实你胖与瘦 都是由你的基因来决定的 另外一个说环境论 对吧 所以你吃各方面都要注意 才会引起你的身材变化 你更支持哪个理论 我觉得这两个要综合考虑 就像有些人说 人们胖瘦还是看体质 有些人说我喝凉水都会胖 就是他觉得这是体质论 就像您刚才说的 但是我觉得后天的习惯 还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大部分的家庭 都知道这样了 有很多他文化水平不高的 他也都知道 因为现在互联网发达 大家都有一个学习的心 都会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其实我们之所以做不到 像比如说图磊老师 他做不到 徐瑞老师做不到 并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些知识 而是他控制不住 但是这些并不是你营养师 可以做得到的 你作为一个专业 它的存在的价值 我就在想 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对于心理干预 这方面的要求以后应该加大力度 如果说从利于他的这个方面说的话 您如果这样吃的话 会对您的身材比较好 对于您今后的工作会更加有精力 也是从一些心理上面 可能对于他的帮助 他的依从性会更好 这个我们之前在做营养咨询的时候 有遇到这样的 有小胖子呀 或者是有一些孕妇怀孕期间 说营养师 我真是不能爱你这样吃 我公司我每天中午都不回家 我每天都在外面吃 但如果您提到这心理方面的 我觉得如果我从这方面入手的话 可能会对他的帮助会非常大的 我们很需要营养师 说句实在话 在做的没有一个 没有哪几个是真正健康的 说句实在话 我呢 最近经常身体是 就一项超不了 薛脂 超了四倍 我该怎么办 饮食上 您平时爱吃肝脏之类的吗 就是内脏之类的 喜欢吃那个下水啊 牛肚子啊 这些东西啊 跟他一样 那些是绝对不能吃 胆固醇味容易高 就是好吃嘛 所以说营养师很重要 未来这个职业会火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私人营养师 其实你都知道 但是你控制不住嘴 憋不住 我们认为精神的愉悦 管不住这张概念 精神的营养 比物质的营养更重要 来第一轮选择去货瘤 那个最 最不健康的人 马上把灯光灯给灭了 那个最不健康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来 PPT 好好的解读一下 为了让营养学接地气 有好多原来学员也是问我 那我吃的时候面啊米啊 我没有这个量化的概念 对于营养学 大家都没有一个量化的概念 我今天在这儿呢 就小事牛刀给大家说一下 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个居民膳食宝塔 这07年的居民膳食宝塔 那我把一个全日的食谱 给大家展示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量的概念 在外面吃饭 比如说我吃多少 这个是一天的 对 这是一天的量 你这一天食谱里 连个肉都没有 对 我觉得你这个太少了 我一顿都比这个多 这宝塔中 骨类鼠类杂豆 是250克到400克 这个是100克的大米 100克的面条 105克的窝头 还有80克的土豆 蔬菜类每天要吃300到500克 大概比如一斤 这个油菜是 这6头油菜是250克 两个香菇是50克 黄瓜这么长是100克的 胡萝卜也是100克的 这个蔬菜是300到500克 鸡蛋的话25到50克 为什么这样写呢 因为现在建议一周 大概吃4个鸡蛋 鱼虾类75到100克 这个虾是135克 6只鸡尾虾 牛肉这也就是好多 刚才比如说 徐月老师问我 说我每天吃这好几倍 每次在我讲课的时候 学生也会说 说每次吃大概 有些男生说吃七八倍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两的牛肉 居民先生指南 建议我们每天只吃的肉 就是这么点 对 只吃这么多 这是为什么好多人 大富翩翩比较多 吃海鲜火锅的时候 这个随便下都不是下 你讲解完之后啊 让大家觉得 我们虽然对生活 都没有兴趣了 不会不会的 就是因为你生活 就是吃喝玩乐 吃是一大享受 对啊 吃喝玩乐 就是一大享受 但是健康的话 健康比 冯林 我想问一下 你周围的人 大概有多少人 能真正做到这个事情呢 并不是说天天都会按这样吃 有时候 大多数时候按这样吃 但是有时候的话 大家也就像我老公说的 有时候会解禁一下 想吃一些美食 也是想享受一下外面的 比如烧烤啊之类的 但是在家我也会做这些 我就是觉得 你这个读书啊 还是读了死了一点 还是机械的在理解 健康的问题 其实我吃的也很多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 隔裂的来谈营养 其实如果说再加上健身 我经常也是大吃一顿 但是我吃过之后 我跑八公里 我八公里一下子 我经常每个晚上 是要消耗六百大卡 到七百大卡 那也就是说 我那一大顿 其实把它消灭掉了 我呼应一下 那个东军的逻辑 因为东军逻辑是很正确的 现在一本很著名的书 叫激励机制 包括从社会激励 到这个人身激励 到减肥激励都有这个 其实就是当你如果过分 强制地要求一个人 和这个饮食也好 包括干嘛也好 最后都是会形成 暴力性的反弹的 社会有这个原理 所以其实刚才 东军的逻辑是有道理的 你说这个东西 说的还是有点刻板 你看他们在说起营养 如何吃 怎么营养的时候 都说的头头是道 个个都是营养师 好像都比你都要专业 但是坦率地来说 他们肯定没有你专业 但是他们说的很有声趣 就你说这个就挺刻板的 就感觉你在说 这个动作过程当中 我已经俨然成了一个机器 我觉得这个来一点 那个天天抓药似的 就是吃药一样 如何能够让我们 活得又健康同时 又有趣 又性轻一点 对又有趣 对对对对 要健康也要有趣 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我反对一下 反对一下 我觉得冯玲现在状态非常好 我现在就喜欢她 这种淡淡的感觉 状态很好 状态很好 不光是你一个人要招她 我知道你肯定会招她 那别人也想招她 我的意思是她不需要变得更生动 因为在一个公司 把这个营养和健康 健身所有东西规划起来 这是一个团队的事情 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我们选吧 她只需要做好 她自己就好了 第二轮选择去过刘 她们的这种筷子 就是刘他们三 你也参加是吧 四个是吧 行 你要招一徒弟 你来当他老师 由于把他教好 我们接下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职位 来 从张扬开始 我们逸桃星空呢 集团旗下的食材管家这个产品 给你一个offer 是做我们的营养方面的文案 就是你帮我们把食材 有机的这种食材 和这个营养方面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去打动消费者 然后这个地点在北京 可以吗 我先考虑考虑吧 夏宜 健康有益是一家专注于 做健康类垂直应用的公司 我们按照我们整体公司的 战略规划呢 我们应该是从头到尾 都要做健康类的公司 所以你学的这个专业 不只是目前我这个阶段需要的 是公司长期都需要的 所以关于营养这个部门的建立 是我现在要着重考虑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现在考虑入职呢 我可能会给你一个 就是只都是这个产品上的 内容运营和用户运营 所涉及的这个板块呢 基本上都是营养和健康饮食方向 我们是在北京中安村 其实我觉得冯玲非常好 可能现在大家看到咖啡器的时候 没有太多感觉 但是真的当年创建咖啡器的时候 咖啡器的时候 我就是从白领健康营养的角度 设立了我们的餐牌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在咖啡器餐厅里的结构 是跟所有的餐厅和咖啡厅都不一样的 我非常坦诚和严肃地告诉大家 尹丰之所以这么多年 现在保持这么瘦 真的是我80%时间在咖啡器吃饭 真的 我觉得我们通过咖啡器以及咖啡器线下的四个品牌 我们一定能把美食健康的营养概念 真的生活化地推广出来 所以咖啡器给你留的岗位是 我们研发部门的美食营养师 我们非常需要你 欢迎你加入我们 我们乐朗葡萄酒的微商 除了我们销售酒之外 还倡导着一种健康的生活 所以我们给你提供的职位是我们的培训师 通过在介绍葡萄酒知识的时候 也把我们健康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理念 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介绍给我们所有的微商 传递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 因为互相公司里面每个人都非常昂贵的 因为成本也非常高 然后我希望他们都保持很健康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希望大家一个管吃的一个制度 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你过来跟我们一起搭建 去管理 管理我们所有的团队的一些健康的一个体系 你会很奇怪为什么我给你留灯 但其实我告诉你 咱俩是最契合的 第一 我也学了八年医学 第二 我们现在马上出一款产品 就是瘦身产品 因为本人 我本人就从180斤到现在135斤 我瘦了45斤 你的医学和营养学的背景 你做产品培训师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我愿意给你产品培训师这样的岗位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相信你29岁做了妈了 虽然人家说生一个孩子傻三年 但是我相信你还是有自己的专业判断 剩下的六盏灯当中 灭掉四盏 留下两盏回到这 好吗 来 请 你好 嗯 你好 谢谢人家张总 以后还得到下一条 有请尹峰 与兴 谈钱不商感情 好 七千家八千家 来 有问题想问两位老板吗 我想问就是对于我以后的精神空间和发展空间 我想问一下尹总和李总 刚刚我也提到 营养这是一个部门的建立 不是一个岗位在招聘 所以我们持续会把这个部门体系建立起来 而且你那么长时间 我觉得从年龄来说 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还有从你的这个学习和进修来说 我觉得营养学 我自己也是二级营养师 在整个的学习过程中 还有非常多要去掌握的东西 不仅限于此 所以在未来 不管是职业规划还是学习规划 我在这个部门 我觉得我们都会考虑的比较多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魅力在于 CATCO15年的基因管理的基础 我们在这个企业的建立之初 品牌美食的基础 就是健康营养 未来我们发展的方向 也是以这个为主 所以说你的所有的专业的东西 刚刚大家说你都是把知识 原本的照搬 是吧 在我们这个系统 你可以把你专业知识 非常生活化地传导给大家 然后被所有的人分享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健康有益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问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咖啡之意 健康有益 这家企业 我之前也有留意 也非常喜欢那个老总 然后老总也是比较器重 但是考虑到工作的地点 因为咖啡之意 所以在天津也有分店 然后工作时间的话 也是比较弹性质的 所以我后来还是选择了咖啡 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舍 因为本科的时候 担任过许多职务呢 在学校里也参加过不少活动 提高了规划能力 时间管理能力 最重要的还是 我有团队合作能力 如果说能进入一家 大公司大企业 想象那个管理层面发展的 不断武装自己嘛 还是继续学习 韩永慧24岁 山东人 北京农学院硕士 园艺专业 大家好 我叫韩永慧 来自山东远州 今年24岁 本科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 现在是一名硕士研究生 即将毕业于 北京农学院园艺专业 我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女孩 生活中比较独立 大学四年的本科生活 丰富了我的语意 两年的研究生生活 又使我得到了更好的沉淀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想求的一份助理类工作 或者是偏执行管理方向的管陪生的工作 谢谢大家 来推荐理由 永慧是山东姑娘 是学校里的标准的多才多艺的好学生 她在建美操队做队长 同时又是他们社团联盟的主席 她一个人管七个社团 她来应聘的职位也非常明确 她要做助理或者是市场专员 永慧跟我讲 她说我的策划能力不强 但我的执行力很强 而且又有非常强的领导力 所以她坚信通过这条路 照样可以发展成一个市场总监 或者是市场副总裁 所以我推荐你 你很优秀 谢谢老师 你是农学院的硕士 但你的专业是园艺专业 对 你为什么会选择园艺专业 当时就是报考本科专业的时候 因为家里都不太了解这方面 然后就是调剂了一下 调剂了之后 这个专业当时了解的感觉还不错 前途也不错 然后就去读了 它是分好多方向 然后里面有茶和花会什么的 整体挺喜欢的 然后现在的方向主要就是 果树方向 是搞分子方向的 果树方向 对 很难拼门的 转基因什么的 简单的说一下 你做过什么工作好吧 在商场里面干过客服人员 做过手机 还有奶制品的临时塑销员 做过商业演出的临时演员 还有 什么演员 跳舞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都可以啊 都可以 你来一段我听一下 唱歌啊 您可以边唱边跳吗 在歌在舞 唱一首 听妈妈的话 听妈妈的话 暴露年纪了吧你 谁说唱 事实上只有妈妈好 我说的 那你先唱一遍 来 而且对你有个要求 你对着郝影唱 让郝影先感受一下 母亲节的快乐 就要像对待自己的小妈妈一样 没想哪边 虽然没有为人妻 儿子都这么大了 你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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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想个好 啊 啊 妈妈的怀抱 幸福想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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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养这么大 真不容易啊 这是奶的 谢谢张爷了 那就是一家三代人啊 妈妈你辛苦了 一家三口 允许你亲妈妈一口 哈哈哈哈 这么好的福利啊 哈哈哈哈 这个今天 正好我母亲不在北京啊 就是代表 这个全天下的儿子们 啊 先给母亲一个吻 谢谢好影用一下啊 啊 哈哈哈哈 喔 好 谢谢张瑶 谢谢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 哈哈哈哈 现在轮到你了啊 呃 那我就简单 你绝对不能唱得比他差了 他已经唱得够差了 我就简单唱几句那个 呃 听妈妈的话吧 哎 这挺好 挺好 听妈妈的话有肉食 谢谢 我发现这个硝烟四期的舞台 只要说起有关于女人或母亲的话题 刹那间就那么的祥和 所以以后他们一吵架 想想你们的母亲 你简直写同事眼中的自己是一个多变女强人 对 那你从你过去的履历当中 跟我们找一个最能够证明 你是一个女强人的一个 就是 这个多变的话 就是说 我在工作中的话 就是比较冷静 比较沉稳 然后在平时的话 就可能跟熟悉的人 就是可能会大大咧咧的 就是一个女汉子嘛 这个女强人的话 就是因为我大一大二期间 几乎就没有过过一个周末 都是在工作 因为我同时 担任了很多的学生职位 比如说团职书 社团管理委员会主任 领域队队长 以及建美操队队长等 所以说 自己的大学生活 觉得过得特别的充实和丰富 然后在她们眼里 就是我就是一直 嫌不下来的一个女强人 所以说 其实你做的蛮多的是管理工作 对 然后我可以把一个 一百斤的女生 公主抱 所以跟她们都是打成一片的 一百斤的女生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什么叫公主抱 就是打横抱起来 那个图蕾 图蕾差不多一百斤 图蕾是一样的 我不行 我一百六 我一百六 有一百的吗 我一百的 现在马瑞 马瑞应该一百斤吧 马瑞也一百是吧 好影差不多 马瑞有那么轻的吗 我一百二 一百二 一百二 可以吗 我试试 你把你那甲值先拿下来 可能不到一百二 一百一许多 那我可以先把鞋脱掉吗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 有根儿多了 马瑞你也把鞋脱了 把上衣也脱了 这样剪得点重了 把手含在嘴里 大母哥 谢谢你 不勉为其难 哇 哎 厉害厉害 被女人抱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他好有劲 因为他很轻松 一把都把他举起来了 你被人这样抱过吗 没有 没有这样抱过 我妈都没这么抱过 是吧 那这是她 这是你的第二位母亲 好 谢谢妈妈 不敢当 好 他真的好有劲啊 确实是个女汉子啊 他要是能抱起 没笑容 我就说他牛 开玩笑啊 其实刚才这个表现 最关键的 不是他能不能抱起 而是他很大方的去抱了 对 有些女生抱得起 要扭扭 我抱不起 他不一样 他很大方 对 这个就活动执行的典范 就他的细节 包括注意脚 把鞋脱掉 对 这个确实很赞 非常好 好 谢谢 那么 其实呢 在他的工作经历当中 很少 就是一些学校的荣誉 那我们其他的问题 就放到第二轮 好吧 我们来个初步印象的选择 第一轮选择 虚火流 好 全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活有才 天生活有才准备了什么 TPT 好 解读一下 首先第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在本科期间的一些 所获得成绩 左下角就是奖学金 右侧则是获得的 优秀学生团干部 优秀团员和优秀学生会 干部的证书 说明我可以学习工作两不误 这个的话就是我 大一至大三 连续三年都参与了 我们这个校级精品活动 研查知学查艺技能大赛的 一个组织和执行 然后第一年的时候 我还担任了主持人 第三年的时候 我就是担任着 社团管理委员会主任的时候 成功邀请到了 台湾电视台去观看录制 这就是我的 本人优点及不足之处 优点的话 我觉得我是一个认真吸睛 踏实负责的人 心理素质比较好 具有抗压能力 不足的话 就是略微缺乏一些创新性 也就是我觉得 我不太适合做策划的原因 总结了一下就是 能唱能跳能主持 能做柴艺把花叉 能下地能爬树 能搞科研不怕苦 我就是这样一个多变的女孩 谢谢大家 尹惠我刚才看你的一个简历说 你有七个社团的管理经验 那你能说说 在管理社团时候 对你来讲 最难搞定的事情是什么 七个社团需要搞一些活动的时候 需要就是找那个 团委老师那边去申请经费什么的 如果是有着社团管得不好 过去一年什么活动也没做 大家反应也不好 那你怎么去 蹲住他做得更好呢 这个的话 首先是 学院那边也会有压力 他就会说 如果说这个社团 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内 在没有出彩的表现的话 就会把它取消掉 似乎你自己没做什么动作 学院那边有考核标准 或者是团委那边考核标准 你自己做什么呢 你在里边有什么作用呢 好像就是协调协调 或者这么说 你在过去的实践 或者是学习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巨大的挑战 或者是挫败 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的 我觉得本科期间最大的一次挫败 就是在大二的时候竞选 班主任助理这个职位 学长学姐都是给全票通过的 但是团委老师他就是不同意 就我当时就特别特别伤心 然后就回去大哭了一场 完了之后第二天的话 就是要去迎新 然后我就是还是认认真真的 把就是上面分配的任务 全部都做好 就是说很成功地完成了我的任务 就是说你刚才讲 你自己是个女强人 一样的工作风格 同时呢 你刚才所有的描述里边 又显露出 你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一个女孩 一个非常听话的女强人 这个非常听话的女强人 跟这个形象好像跟你描述的 不太一样 第二个环节的话 因为我确实是没有什么职场经验 所以说可能表现的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我觉得进到公司之后 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到 永惠呢 我觉得这个选手的潜力还是不错的 看起来好像是上大学的时候 生活挺丰富 然后管理的事情比较多 但是太顺风顺水了 所以其实我有点担心 他到企业当中逆伤会有一点差 他真正承受这种就上级的 或者是公司 或者是业绩带给的压力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未必能承受得了 刚才他说的那个抗压性啊 我并不觉得你抗压性很强 因为其实你真正的压力 你都没承受到 为什么你可以把七个社团管理好 是因为你这七个社团 他大多数都大学生 他呢都一腔热血 他自己就可以主动地把工作做好 但是到真正的职场上不是这样的 可能会有懒惰偷懒的现象 可能会有尔虞我诈 大家勾心斗角 或者是拉帮结派的现象 可能会有为了利益 然后不择手段 然后就要去踩别人的现象 所以现在给你提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和马瑞之间 我们俩是两个部门的人 然后现在我就跟你告状 就是比如说 他不配合我工作 他凭什么拿的工资比我多 我就告到你那去 你怎么解决我们俩的问题 对 就部门之间的协调 对 因为你未来要做总助 要做管培生 然后你认为你自己 管理协调的能力比较强 你怎么处理 这个超出你知识范畴了 处理试试吧 处理不好 我们也不觉得是你不行 对 不要有压力 对 不要有压力 首先就是说 在公司里面 虽然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知道 每个公司里面 它分不同的部门 每个部门都有不同的职责 然后就是说 不同职责 就是不同的那个方向之间 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这么横向去比较的 第二点就是说 虽然有的人可能天天在加班 有的人可能就是说 加班的时间比较少 可是他的工作效率 可能是不同的 第一不能横向比较 第二 个人做事的效率不同 不能仅按工作时间来算 还有第三吗 对 没有第三了 我觉得逻辑上还是对的 逻辑上对的 我觉得 可能他对细节了解 不那么清楚 但我觉得 他没有单一的 就从所谓公平 不公平的角度去理解 或者是情感用事 而是从这两个维度去考虑 医术难得 在他这个水平 我觉得逻辑上很清楚 其实是对的 来 诸位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这是要爆灯的 真的要爆灯吗 你爆灯了呀 好 诸位老板 现在已经爆灯了 大家在提供职位的同时 可以直接抛出你的薪酬 好吗 来 从梅相容开始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 银科中涛会计师事务所总裁助理 工作地址在北京 薪酬6000 张扬 就是主要做我们在校园里面的一些推广 还有形象代言 包括一些演讲 你主持能力很强 那么薪资也是6000起 我们很高的一些这个奖金 谢谢 好 是我们加盟联统事业部的管培生 输出方向都是主管以上级别 薪酬呢 8000 8000 好 中波 职位呢 是吉米私人影院院线的线下拓展的一个 渠道建设经理这样子的职位 我给出的那个月薪是7000家 谢谢 下一位 职位是我们的新品牌 熊样和枝子花开项目事业部的高级管培生 可能从总监助理开始出发 地点在北京 薪酬是7000家 58通称给你的岗位是在市场活动执行方向的管培生 薪酬是6000家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我给你两个职位 我给你两个职位 一个职位是我的助理 帮我去打理就是我的电视购物以及微商梦之队 以及和PPGO合作的那个项目大学生的这个项目 创意大赛的项目 然后这个工作地点在北京 然后第二个工作是在上海做运营副总裁助理 两个都是6000家 给你两个岗位 一个是活动执行 一个是市场拓展 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然后工资薪酬是6000家 欢迎你来到我的公司 谢谢 他大家付给你留的岗位是活动策划助理 工资6000家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愿意给你我PPGO活动执行 这是第一个岗位 第二岗位直接是我的助理 工资6000家 来继续 我给你的这个岗位呢 是我们的管培生 输出方向呢 直接做我们加盟部的专员 工作地点呢在北京 我们有宿舍 给你的薪金呢是8000 好谢谢 徐章 那我给你的呢是 我们市场 就是我们这个管培生 但是呢 输出方向是市场推广 工资是6000家 地点在北京 好 接下来做一个巨大的选择 12站当中 没掉市场留下两站 去吧 谢谢您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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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春风 很喜欢你 谢谢你 很喜欢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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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面一站 有请段东 好影 弹琴不伤感情 请揭晓 还是比较喜欢去城市的东西 好 6000家6000家 来 有问题可以问到两个了 这边也很成熟啊 我想请问一下段总 就是如果说我在北京工作的话 这个住宿方面 或者是有没有一定的补贴 能解决吗 我们住宿目前是对新生来讲没有补贴 未来你到 升到一定岗位 然后会有一些补贴 如果你去外地 工作 或者出差 都是有补贴的 好 谢谢 这边有没有补贴 如果你要是做电视购物的销售人员的话 是可以住宿设的 但除了销售人员以外的员工 就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补贴 对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的能力要强的话 其实你涨工资是很容易的 谢谢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58 盘数 或者是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58同城 58同城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你很没面子 不是 他在快选择之前 这老兄做的呢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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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很难为情的低这儿头 58 他不是没低头 他这种表情 你说一下 你说一下 因为首先 函数的总部是在上海嘛 然后这边的那个发展 就是 体系应该是 就是 肯定是不如 总部在北京的 58同城的体积更大一些 而58同城这边的话 我了解到他是 刚刚就是说 跟赶集网合并 然后并购了安居客 和中华人 他了解的还挺多 嗯 然后我觉得 我在58也可以得到 很好 不是 我觉得啊 暂且不说你的选择是否对 在那么紧急的几秒钟的情况下 旁边有一个这么捣蛋的人 怂恿你 你丝毫不为所动 按照自己的选择去做 我认为你是个有定位的人 在此处合你 谢谢特朗 我会我觉得 你在灭灯的那一瞬间 就像你强人 去吧 谢谢大家 其实我觉得 第一个环节 表现得还 就是比较真实 比较自然 但是第二个环节 其实稍稍有一些 紧张 然后觉得自己表现的不是特别好 可是最后结果的话 挺出乎我意料的 系统的学习吧 看看能不能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 往上发展 各位boss 现场以及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 黄建强老师 涂雷老师 各位 晚上好 正如主持人所介绍的那样 我叫陈杰 今年48岁 来自福建 2004年 毕业于东京农工大学 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之后进入了博士后工作站 2005年的6月 因为就职与一家日本企业 从而选择了推战 从此开始了 我在日本八年的职业生涯 今天来到了 菲林莫属 抱着一种诚心诚意的心态 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一种 全职的工作 我的求职意向有两个 第一 讲师 培训师 以及教育培训内的管理杆 第二 董事长或者是总经理的助理 谢谢大家 你好 陈杰 谢谢你 欢迎 48岁的博士 咱们这来过年龄大的求职者 但是年龄大 同时又是这么高学历的 我跟图磊应该是第一次见到吧 第一次 他比我大了一轮 整整一轮 按说这个年龄啊 不是自己来求职找工作 是孩子出来找工作了 孩子多大了 有吗 我今年 我的女儿今年23岁 大学四年级 对啊 你这不是跟下一代抢工作吗 你这有点不仗 不好意思 不过你这个年纪 有这个勇气 来我们非尼莫属的这个舞台 真的是对我们这个节目的信任 谢谢大家 我非常感激这个舞台 对 本科读的专业是运输管理 毕业之后去哈尔滨工作 在一家国企哈尔滨铁路局 工作了12年 铁路系统的人 对 1986年在这个交大毕业以后呢 分辨到哈尔滨铁路局的 电子计算中心 也叫电子所 那么主要的从事呢 是整个电子 这个铁路局的 电子计算机的普及 那么简单的来说 我当时在这个计算机中心呢 从事的是软件编写的这个工作 你比我们今天在座的 几乎所有人都更早接触到计算机吧 还算可以比较早吧 工作12年 为什么要离职 是啊 这个问题真是说来话长 像我们这一代人哈 刚才这个建向老师也谈到了我这个年龄 我们是生长在文化大革命 对这个世界的外面的世界是不懂的 什么都不知道的 那么我们所能够接受到的东西呢 都是来自于这个教育 随着这个1978年的改革开放 刚刚开始 窗口一打开 窗口打开 外面的东西来得越来越多 对 那个时候呢 包括我的师兄 又已经有公派出国的了 然后又通过 通过他 传递进来一些国外的一些信息 一下颠覆了 颠覆了 我想 我有没有机会 如果有生之年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要亲眼到国外去 看看外面的世界 到底是怎么样 今天在场的boss有60后的吗 60后一代 大多数都可以理解你 杜葵老师 杜董 大一岁 六四的 杜大哥 我是68的 所以还是有人可以听懂你的 请继续 然后到了1998年的时候 有一个机会吧 这个机会就是说 我一个亲戚 他已经先期去了日本 那么我就决定去日本了 去日本是去读书呢 还是去游学 读的什么 读的 我在北方教大的时候 念的是运输管理工程与规划 那么我到那边以后 上了农学部 叫环境评估的 环境评估的 对 那到98年的时候 你已经 33 对啊 那会儿已经有家 有孩子了 我的女儿那时候 已经是小学 应该是二年级吧 一年级 对啊 那个年龄出去 这个家庭啊 工作啊 怎么 这确实是 应该来说吧 这个 对这个家庭来说吧 我也有很多 感触的地方吧 当时我的爱人 其实是 打心眼里边 不太 不愿意 就是说 说句实话 我在哈尔滨铁路局 干的还可以 还可以 还挺得志的 还算得志 放弃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前程 然后呢 要说选择自费出国 当时周围很多的亲朋好友 根本都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 没错 但是呢 我也是比较坚持我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机会来了 一定要把握 所以我就选择了 毅然 决然的去了 扔掉工作的所有的一切 辞职 辞职 你硕士和博士的生活费 从哪里来的 第一年的时候 我是靠自费留学生 那么我拼命地打工去做 那么我进入硕士第一年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非常玩命地努力 所以说 在第一年的时候 我基本上掌握了日语 然后我的学习成绩是全A 我获得了那一年 赤城大学唯一的一名国家奖学金 哦 有奖学金 这个奖学金之所以难得 就在什么地方 你评定一次以后 你就可以从硕士 一直拿到博士毕业 而且这个奖学金很高 跟日本的大学 大学生毕业时候 第一年拿的工资 基本是平等的 18万日元一个月 哦 所以就读完了博士 所以就读完了博士 看得出来你是一个高素质的人才 但我有一个问题 你过去的工作背景 并没有从事教育 或者培训工作 但是你现在求职的岗位 却是培训师 或者讲师 这是你的第一志愿 对 那这显然和你过去的经验是不一样的 你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你为什么不寻找你和你专业所匹配的工作 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半年多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刚才所说的 为什么我要上这个舞台来寻找工作 为了这个梦 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梦 第一点 我从小的时候 就是属于孩子堆里边 特别爱给人讲故事的那一号人 所以呢 我从小时候开始 一直是周围一群小朋友的小人生导师 一直给他们讲故事 一直给他们讲我的道理 这是第一点 那么我把它作为一种乐趣 第二点 当这种乐趣随着我大学毕业 然后进到工作岗位以后 我就被选为这个单位的团书记 那么团书记的来说 一般要组织活动 那么我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 受到大家的好评 然后我自己也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 感受到了一种快乐 感受了一种成就感 所以我逐渐觉得 也可能讲师或者是老师 或者是能够跟学生做交流的这样的一份工作 能够给我人生带来一种无比的快乐感 来那个陈博士 陈博士 我有一个特别不好意思说的事 没说您说 学历高 有逻辑性 有计划性 而且非常用功 有步骤 但是你作为一个培训师 或者是大学老师 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你能猜到是什么吗 话太多 幽默感确实 你从上场到现在说的话 基本没有废话 123456789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学生 或受培训的人 听起来难免有些乏味 一个好的培训师 幽默 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 但是幽默感 又不是后天容易锻炼出来的 它是一种天赋 比如建强 有幽默感 你就是说我评呗 不 不是评 不是评的问题 图老师虽然严肃 有幽默感 实话实说 沈总 赖了吧唧的 但是也是有个幽默感的企业家 但是你 我没发现幽默感 我觉得 也可能是 我觉得你第二球意向 可能董事长助理 总经理助理 哪怕让你带一个团队 只要是你熟悉的 或者是能摸到门道的行业 我都相信你能快速入手 年龄不是问题 但是做讲师 幽默感这个事 太前决了 我们了解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这个 陈杰先灭一盏灯 让他先灭到一盏灯 看看面前12家企业 12位boss 灭到一盏灯 这家企业你肯定不会去 说吧 是这样 我考虑的因素 主要就是能够从我的 这个工作的将来的交集上 来考虑 我跟这个企业 或者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认为可能在工作上 交集最少的 是不是马丁工作室 对不起 马丁老师 马丁老师 谁让你说人家没有幽默感的 他这个选择很有幽默感 是因为我说的 幽默感吗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你说的非常好 你说的非常好 但是我刚才说了 在选择你之前 我加了一个补充 工作 工作没有 工作的交集 他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 跟你没有交集 让我们掌声欢送马丁 进入发言管制区 来 余夏的失业伯格 谢谢 谢谢马丁老师 余夏的失业伯格 考虑一下 48岁的陈杰博士 请选择 恭喜陈博士 谢谢 谢谢 全部问题保留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财 加油 你一定是我们这个舞台来的 一个最专业的一个专才 毕竟有这个30年的积累 那我其实想请教的是 如果基于你过去的求学 和你的求职经历 你因为哪一类企业 你回到国内 是你最适应的 因为我们说专才 一定要得到专用嘛 因为我们现在 仔细来衡量 你的专业背景 很有可能跟我们 搭边度很难 是这样 其实如果说 在最后的几年 我是从事的最多的是 轨道交通这一块 轨道交通的话 我所在的公司 我是代表我们公司 在中国做轨道交通 这个分野 也就是这个专业的 全盘的营销策划 以及布点的等等 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如果说 我要是还继续 从事轨道交通专业的话 对我来说 那是顺理成章的 对啊 那其实这个问题就来了 因为轨道交通 现在大家二线城市 都在大规模建地铁 都建成铁 那其实你的发展空间非常大 是 那你为什么没有去尝试 你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尝试 我来咱们这儿寻梦来了吗 想当讲师 人家48岁了 想当培训师 想当培训师 想找自己的梦想 没问题 还是这个梦想 你学到博士了 我相信到这个层面 学什么东西 都已经到到那个层面了 你能拿你学的 那个专业的语言 把你的这个 过去40多年 这个人生简单的 用你语言的 专业的语言 用那么几句话讲一下 因为这也是培训师 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其实 我的人生 就像在一个轨道上 跑的火车 那么这样的一个火车 一般情况下 它有既有的轨道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中 按照既有的轨道 沿着自己人生的方向 往前走 而对于我来说 我是一个希望 能够有岔路的 这样的一个 你就是想出轨 我是一个具有出轨性格的 这样的一个火车司机 所以说我在 我不习惯于 沿着这两根铁轨 一直走到黑 我一定要在我的生命中 寻找到我的新的刺激点 新的一个知识点 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动力 那么包括刘总的问题 和杜总的问题 我结合在一起来回答 我可以说 在轨道交通专业方面 求职 我根本不需要这些平台 甚至我没有必要去投简历 甚至有列车公司来找你是吧 我已经有 我在日本和在中国 都可以找到工作 但是这就是我的性格 又一次 在我48岁的时候 把我的过去全部打成粉碎 然后重新搅拌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固体 我要站在这个固体的上面 走下一步 这就是我的坚持 陈博士 陈博士 我有个问题 您说 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 都有不同的感悟 我觉得你在整个 寻找新的职业生涯里面 应该用你的长项 假如我们公司聘你 做我们的培训师 你能给我们讲什么 你能给我们讲 你的人生感悟呢 还是说 讲你在行业里的经验 能给我们贡献什么东西 其实你给他们也许 代表什么多大价值 但是对于我这块 可以给带来很大的价值 小灰已经直接抢人了 所以 小灰干脆力了 直接抢人 因为在这个 在这块 我做了很长很长时间 我很久很久 没看到这么亮眼的了 是吗 对对因为我觉得 对于我们来讲呢 我能够给你两一个 非常能够满足你心愿 可能流长 流长一轮吧 不是 灭完灯再说 不是职位 那么一个就是说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 给我们带来快乐的 是两件事 一件事呢 你能跟世界上最聪明的 最伟大的思想家 头脑接触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你可以 用你自己的方式 当然不是 你理解的培训师 去影响中国那些 真正有影响力的那些人 我们曾经有一个企业家说 说你知道 我们一代 中国企业家的成长 是看着你们出版的书 成长起来的 我觉得有这一句话 这一辈子 这辈子够 是的 四比云前抢人是吧 我想问一下 四比云前抢人笑的呀 OK好 陈博士是这样子 我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您是福建人 那您会讲闽南语吗 我闽南语 我讲 我老家出生在 普田 普田是不是 OK好 我会讲普田 普田话是吗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 您现在去日本的话 您用的是什么签证 我现在是永住 是什么 永居 绿卡 OK 因为呢 我们在明年 年初会有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的 时尚理学校 会跟日本合作 那么 应该坐落在 Okinawa Okinawa 追捧除了他自己的 这个专业技能 专业能力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身上的这个活力 充满年轻人的 这种斗志跟活力 其实今天已经 不像一场应聘会了 对 48岁的年纪站在这儿 其实让我们想起 以前的一些年轻选手来 他比他们还要异气风发 对 似乎真的在放飞自己的梦想 激情潼态 对对 为了追梦 对 然后说了这么久之后呢 我们在我们面前 所塑造的是一个 比较完美的人物 那我就在想 一个口入悬河的男人 和一个沉默寡言的女人 那那个女人 应该是很了解这个男人 我想从那个女人嘴巴里面 得到这个男人 到底有什么 他不满的地方呢 他的妻子正在台下 在吗 对 问一下太太 平时在家 她就是这样不停地说 您就是一直听着吗 对 我家的话都是她说我听 其实 她真的是 自己一直想当老师 一直想当讲师 她特别喜欢站在讲台上 那种感觉 对 她没有感觉 而且她有 就是总是好像 没有长大的感觉 就 有点没 新年那一劲 真的总是一回家之后 性高采烈 高兴不高兴 完全都是 完全都是表现在脸上 比较感性 然后我们在日本 就这么多年 然后她在大学 就是相当于 都跟她叫老大 一到这个学校以后 留学生以后 她就马上 就召集了 作为所有留学生 然后我是老大就老大哥 喜欢当领袖 对 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 她对这个家庭的这个责任感 是我一直觉得很欣慰的 对 因为我俩是大学同学 然后 等于结婚以后 然后一直一起生活 然后她想上日本留学 留学以后呢 她就说 我一定要让你们去 那时候我们刚毕业 没有什么钱 然后说 怎么让我和孩子去呢 就是人家告诉她说 如果你要得国费 马上 就能接 她就用了这个国费了 对 然后就是因为很困难 她那个年龄 日语一句没学过 然后她说 没问题 你就等着 一年以后 我肯定给你们接来 然后真的是 是个爷们 又能学习 又能吃虎 而且说到做到 谢谢小老师 这样 我觉得我的命运 非常非常的好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这个月 10月18号 是我和我太太 结婚26周年的时候 哦 所以呢 我今天知道 能够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跟编导说了一下 我说 我想站在这个舞台上 向全国的观众 表示我对我太太的一种感谢 能不能允许 允许 必须允许 这还能不批准 所以说有的时候 像个大男孩啊 挺好的 要是像个老头 他就没这个活蹭劲 从这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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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请看看上来吧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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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做一个 给您拿个话筒 简单的背景介绍啊 其实这里面是有一段故事的 为什么今年是26年 我还要捧个这么多花呢 去年的10月18号 是我们25周年 应该是迎婚 实际上在这之前 我已经做了一次策划 准备做半一场party 但是10月18号之前的 一周10月11号 非常遗憾 我的父亲去世了 所以这个计划 没有办法了 所以到了今年 10月11号 正好过去的 我的父亲周年也过去了 然后迎来了 10月18号 20周年 我这一生 真的做过很多很多 很傻 很天真 很愚蠢的事情 我三次粉碎性的自己 这样的一个 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跳跃 真的没有一个坚强意志的棋子 谁也扛不了 是的 真的是也扛不了 我非常感谢他 非常感谢他 为了这份感谢 昨天我特意的定制了这么一朵花 一共26朵玫瑰 我们结婚26周年 我一年欠你一朵 我今天全部还给你 老婆 谢谢你 亲一个 我希望 亲一个 不不不不 是亲一个 这个岁数了 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 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 谢谢 亲一个 亲一个 我们就留灯了 真的 真的 我真的这一辈子非常非常感谢 你要不亲 你这段不播了 我所以说 所以说 马哥喊 所以说 作为这个 送花是不够的 礼物是什么 我今天给他的礼物就是 我今天要在现场 找到一份工作 并且给他一个承诺 这个工作你也能干得好 对 我给他一个承诺 你给我五年的时间 我肯定会在我选择的行业里面 做出小有成就来 五年以后我让你退休 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我向你承诺 好吧 谢谢 谢谢 谢谢太太 谢谢太太 你看他说话的那个傲劲 一点都不输年轻人 这就叫老男孩 其实我挺羡慕 也挺能理解你的 如果我女儿已经23校大学毕业了 我也不干现在的工作 追求我的梦想去了 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 不会是回家动力吧 当中国自学队主教练 男孩 沈东军你哭得比铁咧的 为什么把灯灭了 我没哭 你没哭 我没有哭 我分别看见你刚才哭了 是吧 哭得挺眼泪的 我觉得他刚才那个太感人了 是吗 相信你老婆来了是吗 是是 鳄鱼也会有眼泪吗 好我们把它的灯灭掉 我好数一下啊 恭喜陈杰博士 还有七家企业为你留灯 谢谢 谢谢 我们接下来进行他们为你提供什么样的岗位 从徐高这边开始 那么我现在呢 给你的这个职位呢 是这个苏巴酒店集团在中国总部的 我们讲是总裁办公室的项目总监 谢谢你 杜总 其实我在这个组织叫YBC 帮助青年人创业的一个公益机构 我们最重要的是给他一个导师 志愿者 企业家做志愿者做导师 所以我们有一个创业学院 YBC创业学院 我的这个岗位呢是一个培训师 好的 谢谢您 银峰 银总您好 一直都没说话 陈杰博士 因为你说的我都能听懂 你跟我哥哥同岁 而且你跟他一样 当年是一个潮男 现在还是一个老男孩 谢谢您 我在想给你什么样的职位才适合你 第一完成你的梦想 那就是培训师 那么我们的培训师主要是对所有全中国的加盟商进行培训 第二个其实我还想给你一个特别的职位 是董事长助理 就是我本人的助理 其实我一直跟踪你 但是我是你的粉丝大概有两年多了 好吧 欢迎你走进我的生活 好 太太 你什么都没听见吧 没事 这是一场联系的职场 工作 工作 好 段总 谢谢你 陈姐博士 我们给你提供的机会是在我们公司学习发展中心的高级培训讲师 谢谢您 段总 思敏 我给您的职务就是培训师 那我们的培训师是 我们是专业的培训机构 是对全国许许多多的中大型企业 做时尚礼仪的推广和培训 就这样 谢谢你 段总 陈晓辉 我给您的这个职位呢 是我们公司的这个策划编辑 我想这个工作可以影响千万级的人 谢谢你 段总 向勇 什么事 你的优秀毋庸置疑 而且我们的很多经历非常像 我从你身上看到我将来要学习的东西 其实我给你留的这个岗 就是我本人的助力 佛能集团董事长的助力 你可以就说叫参谋长吗 对 可以这么来讲 我需要 因为我们 你需要一个参谋长 我需要一个参谋长 我们整个集团真的很年轻 谢谢您 看看 对面还有七盏灯 想一下 走过去 没到其中五盏 OK吧 我心里有数了 去吧 但是我想说句话 还说句话 对我这个年代的人 我不是说要爱说话 因为我必须表达一下 首先 为所有为我留灯的老板 我在这里给你们鞠个躬 表明你们赏识我 认知我 我非常的感激 我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许总 对不起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一直非常欣赏你 但是非常抱歉 谢谢你 你知道中国最好的军事 你一定遗憾什么就好吗 我知道 人路人 谢谢你 邓总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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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总 我非常欣赏你 真的 但是实在对不起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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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陈总 我也觉得非常欣赏你这么欣赏我 我非常地 非常地高兴 对 是 是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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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接下来请思敏和尹峰谈钱不伤感情 请两位boss在显示屏上输入 准备给陈杰博士的工资 思敏 请揭晓 思敏必死无疑 尹峰 请揭晓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下次尹峰要写一张合同在这上面了 我看 越写越复杂 跟我们说一下 对对 我说的是一万五的基础起薪 三十万的年薪 那差别部分就是绩效考核和提成部分 我相信这个他能听懂 他也不在乎钱 他就是为了过个瘾 你让我现在当中国国家的主教练 我倒贴钱我都干 小辉乐乐 思敏解释一下 我们是年薪二十万 然后有绩效提成 每一次演讲都有演讲的出场费 如果以后我们做学校 你可能做中日的一个代表 以校长的身份 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另外再加五十万 这个月薪的日币 天哪 今天是开出了 非你莫属史上最高价 沈东俊你的三十万年薪已经白白了 已经是浮云了 我们的是一个大专孙 他是个博士孙 对 其实我要留下来 我要是在的话 我一定是可以给他是百万的年薪 所以 不在了可以随便于 我知道你刚刚有什么哭了 你哭的是 我要割肉了 我要给一百万了 我就哭了 所以你看日本的博士文凭 是非常非常难拿的 日本德国 而且我们要像这样的人才致敬的 真的 他的学历真的很好 可是说句实在话 他又换行就不在了 对 到了我这边 你的这个农业大学的博士 可能用不上 这也是比较抱歉的地方 对 我们的直营总部和 加盟公司总部的总经理 年薪都在百万以上 因为你要考虑 你是为梦想来找工作 还是为工作所谓的 而且找工作 两位女boss打得很 你是为个人弄奖 还是为品堂 两位女boss 跟我们一起完成 好了好了 两位女boss抢得很激烈 很好玩 很有意思 我们俩先拥抱一下 俗话说 三个女人一台戏 我跟你们凑一个第三个 我问一下太太 你要不要给她一个意见 不管 你们家这个 从来都放人自留的是吧 这样 陈博士 我相信您是有定见的人 想15秒钟 咖啡之意 或者思念文化 或者谢谢再见 三种选择 请准备 说吧 哪像个48岁的人 我追寻 追寻我内心 第一志愿的选择 思念文化 去吧 嫂子感觉 今天表现怎么样 还可以吧 可以吧 这个整个面试过程 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差不多吧 可能发挥还可以 再稍微控制一点 我怎么觉得 你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不是找工作 就是想跟嫂子表白呢 您说的太对了 你把我心里的话 给说出来了 我不好意思说 谢谢你 你利用了我们 没有没有 这就开玩笑 开玩笑 工作愉快 休止还是最重要的 工作愉快 好谢谢你啊 咱们 咱们 我们要点赞